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我们现在的经常会出现的 讲到一些历史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把一些所谓上古的文献拿出来作为证据 当然文献做证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种上古的文献的证据是否可靠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易经》的细词经常被用来作为所谓的讨论历史问题的证据 这个问题不当是一些历史爱好者拿出来用 而且我们每每在一些所谓学术讨论的时候 专家们开篇就会甩出来上古怎么样 这个《易经》里记载的什么 上书里怎么怎么样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易经》的细词 细词呢 它就提到了一些对于上古事件的历史的描述 和它所相对应的所谓的卦象 这种卦象呢 后来经过所谓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加持之后呢 成了一个所谓的五经之一呢 特别是这个细词呢 就经常呢 被这种各种各个时代的这个文人呢 拿出来作为这个论据 当然这种现象呢 到现代呢 也是非常的常见 我们进来就来看一下 通过这种它提到的事物呢 和我们提到的这个考古证据 人类学证据 对比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荒谬的情景 我们先来看 好 《易经》细词的下里就提到呢 我们就不全看 看了一段啊 古者包西士至王天下也 养则观天 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遗 敬取诸身 缘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就是中国哲学 它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特点 它是用这个比喻的形式 是来理解世界的 就用比喻的形式 来理解世界是我们非常容易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吃哪补哪 我们中医说的吃哪补哪 说你这个 生功能不行 你要去吃这个 动物的肾脏 比如说炒腰子 吃腰子 但实际你去问一个西医呢 他会觉得这个腰子的这个成分 非常不利于你的代谢 所以我们会知道呢 这种比喻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呢 是在原始状态下 或者非常久远的状态下呢 是有情可原的 但是放到现代呢 是非常不适合的 这种比喻的世界 看待世界是世界各地都有的 也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 比如中国说的五行 希腊的有一种哲学 就提到了古代是四行 地活水风吧 提到这种形态呢 我们就会知道呢 这种比喻 用比喻的方法来 比拟的方法来理解世界呢 是人类从这个原始的状态 进入现代状态 可能必然走过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种比喻的方法呢 来看世界呢 本身不是错 问题是你放到21世纪 用比喻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呢 那就是大错特错 他提到这个包西式呢 我们就知道呢 所谓包西式呢 基本上我们都认为是福西式 福西呢 也就是人类的起源 福西以外 也就是说人类的 最早的祖先 如果从长了讲呢 大概要到200多万年前 我们说最早的人类是能人 我们欢迎再回看 就是大概第四期 第四期 老高刷山观第四期 专门讲到人类的起源 最早是所谓是能人 但实际上我们 可以制作工具的人 更早 我们最早发现 能制作工具的实践 现在已经提升到 330万年前 这个福西是330万年前呢 还是220万年前呢 如果他是现代智人的祖先呢 也是32万年前 这事就很花道 他肯定不是我们说 能够被文字记载 甚至不能够被这个口头传说 所能记载的一件事情 好了 这个我们就一带而过 接下来他一句说什么呢 说 做结神而为亡谷 以田以渔盖起朱梨 他就他来阐述这个易经的梨挂的 这个比喻和象征 但提到了两样关键性技术 就是制作网谷 所谓网呢 就是说结网 谷 就是可能是这个 做这个 相同类似的一种陷阱式的东西 网谷可能都是指网 但我们知道网的这个前身呢 它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就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你如果是按用有绳子织成的网的话呢 它也是在出现在四万年前 我们发现了 现在考古发现最确切的证据呢 在这个德国发现了这个 发现了这个用 用来制作这个草绳的工具 这已经是草绳 大家注记啊 已经不是说 简单的一些这个树皮啊什么的 它是专门用草来编织绳子 用拧花的这种绳子啊 详细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那个老河刷三观 第十七集 关于编织和绳子啊 关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啊 还有的这个 包括这个这个历史学家呢 把绳子出现的称为绳子革命啊 它改变了人类很多的面貌啊 如果再往前所谓的树编织的陷阱呢 则更远啊 更早 树皮啊 树皮制品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古澳大利亚人的这个 编织力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编织可能更早 所以福西市结网而至呢 这个网子的这个历史呢 也是非常之久远啊 久远到什么情况呢 久远到我们不可能啊 用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记载下来 就像我们不可能记载 我们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一样 没有一个 就是他这个细节 已经不是可能用口口相传 这么多年啊 这样传到现在啊 传几十万年 或者传几万年啊 也就是我们看到 结网啊 结为网谷以电与鱼啊 这么一个历史 其实我们说网的历史就非常久远 但鱼业的历史呢 更久远啊 人类补现 捕捉鱼业的历史呢 从这个 我们看现代人的出现一些 特别澳大利亚的沿岸呢 出土了一些这个 棒壳呀 做制作的这种工具 就是这个贝壳类的工具 和骨质工具呢 都是和鱼业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这个技术呢 肯定呢 也是没有办法做 你说啊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王子祖先 我们可以追溯到福西式 福西式是人类的祖先 你追求到人类的祖先 再说福西式造网 他肯定不是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技术 结网的技术 往勺里说 也是有几万年的历史了 所以以他这个 迹经的细词来作为这个 某种事件的证据呢 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然后呢 他提到这个包西式末 就是这个福西式末呢 神龙是作 着目为寺 有的也念着目 揉目为泪 这个泪怒之力 以教天下 盖取诸义 他这句话呢 来解释这个 义经义卦的这个象征 这个就提到了这个 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神农士 神农士呢 关于这个农业的起源呢 我在这个 老贺刷三观里头也提到了 就是细说史前史的 这应该是细说史前史 这个合集的第23集呢 专门提到了一个农业 起源的一个新发现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应该认为是 农业起源呢 应该起源于 三万年前左右 两到三万年前 这么一个时间段 而且呢 中国本身的农业史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考古上我们公认的 中国的农业史 至少有1.5万年前 就中国的水道呢 是中国是水道的这个发源地 中国的水道 现在已经可以追溯到 1.5万年前 这个时候你还说农业起源于 一万年前 肯定是说不过去了 所以神农士呢 他才这个考古学上 就是和农业的起源挂钩的话 就是 传说中是神农长百草啊 然后创立了这个农业 所以你如果用一万年前来 来设定这个熟业 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神农士呢 他会出现在怎么样 1.5万年前 就出现至少是1.5万年前啊 这个时间段呢 大致呢 和我们后提到的这个下商周啊 商开始大概是3000 32003300 啊 这么一个时间段 之前呢 实际上在殷虚之前的商 商代 我本人是打着问号的 就算是3500年 和也差了多少 还差了大概有 小于万年啊 有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神农出现在 创立在1.5万年前啊 就是农业的出现在1.5万年前 如果神农士这个人存在的话呢 也应该存在1.5万年前 所以呢 以这种细词呢 来作为这种 上古的人类 对历史的记载 或口口相声记载呢 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他没有办法记住 1.5万年前的事 哪怕是我们口口相传的事情 对不对 不要说文字出现之后 即使是文字 文字出现之前 即使是文字出现之后呢 我们如果都是口口相传的 这种历史 还是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甚至说面目全非的啊 这完全没有可能是这种 口述历史呢 可以口述1万多年 如果这样的话呢 澳大利亚的这种所谓 人类创世传说呢 那是不是也有可信度呢 澳大利亚族著也是口口相传的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句说 日中为世 至天下之名 拒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 适客 这句话呢 就描述了 在神龙世时期呢 就开始了 有怎么样呢 有了市场交易的行为 就交易行为的历史呢 还好 那我们之前 大概在 在几周之前 或者 三四七之前呢 我们就提到了 这个最早的交易的历史 出现在非洲 大概是三十多万年前 为什么能够确定这个三十多万年前 因为我们发现一些这个作为石器的这种 黑药石呢 它的产地和我们发掘地点 插线插线了大概几十公里 就是八九十公里 在我们非常远的这个距离 这种距离呢 就不太可能是说 我这个制作石头的人 去那个地方开采 然后再把它拿到这个地方啊 拿到我拿回家 自己再制作这个石头 而且当时的条件下 部落之间呢 是有领地划分的 你一个 这个独自的这个穿行呢 是不太 不太可能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 部落之间 或者部落成员之间的交易 使这种交易慢慢的流转 使这种原材料的石头呢 慢慢的流转到我们这个 发掘地点 这个石头 所以呢 以此为证据的 我们科学家们啊 我认为啊 这个人类的交易行为呢 起源于三十万年前 他没有一个所谓的 哪一个这个所谓圣人 一拍脑子来就觉得啊 发明了这个市场交易 这么个行为 好了 他既然又谈到这里呢 又提到了这个 神农事啊 神农事末 皇帝 尧顺事作 这我们提到了三皇五帝了 这个后几个啊 皇帝尧顺语啊 通其便使民不倦 神而化尽使民已知 穷则变 变得通 通则久啊呀 这句话呢 耳朵都会听出简子了啊 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搞改改革的时候 就成天会有人酸腐那种 穷着变 变得通 通则久 变法都怎么搞 呃 从清代一直讲到现在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这种呃 以 以这种非常古老的典籍 作为一个历史依据 和作为一个这个 呃 当然我们变是没有 没有问题的 当然以这种所谓的 呃 几千年的这种文献啊 而且这种比喻的世界观 来理解世界的这种文献呢 来证明一个观点的可行性呢 本身这种方法是非常可笑的啊 他不去取出现代的逻辑 分析和推理 而要去用 呃 几千年前的这种文献呢 来证明现代的这种 做事的可行性啊 这无论结果是对是错呢 他这种方法就是非常可笑的啊 这里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谓皇帝姚舜女呢 一般认为是这个 呃 我们 呃 夏夏长周之前的一个阶段啊 但这个阶段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二里头的后 后期之之前的问题呢 中国处在了一个考 考古发现中出现了一个非常 呃 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考古 发现 呃 和这个 时代相对应的话 就是说 在这个二里头 到前期的 我们看了之前的 大概五千多年的 那种文化 大概四千年 到五千年 这么一个时间段呢 呃 中原啊 或者中国的内陆地区啊 出现了一次可怕的 这种人口锐减的 这个断层阶段啊 这个断层阶段呢 体现在这种 呃 这个遗址规模的减少 人口的锐减啊 就是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呃 在中原地区啊 包括我们大部分地区呢 我们看到考古发掘的 这个人口的数量呢 啊 都在下降 那当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 呃 就是北部 像时髦啊 突然会出现一些 呃 看似比较 我们现在看比较先进的文化 当然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后期再说就是这个时间在中原地区啊 他整体来说是人口锐减的一个阶段 而且呢 我们看到了包括时髦 时髦建在山顶上 这明显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呃 生活的这个像半坡这种村落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要塞 它反映了当时那种情况下呃 人们之间一个人人口锐减 另外一方面呢呃 呃 我们提到呃 战争和国家起源的时候 就说国家起源是为什么 是农业出现以后 人为人们为保保卫他的这个粮食以后 不得不修建一些城市要塞 把自己的所有的粮食都存到城市里 更安全的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 呃 这是这个我们行为模式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就是说所谓的皇帝末呃 神龙世作啊 这个时候所谓的什么变则通啊 这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呃 这个什么天佑之啊 什么垂上天下制啊 都没有的景象 我们考古发现是这个时候呢呃 就是说千里无机名啊 到比较合适 就是呃 大部分去人口的这个锐减啊 可能是遭到了很呃 很严重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变故 但这种变故呢呃 什么引起的不知道啊 也可能是这个旱灾 也可能是水灾 也可能是这种呃 因为四千年左右呢 大概有一次这个气候变化 气候变冷了啊 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农作物也提到 我四年四千年前在中国啊 大概原来的这种 就小很多一些比呃 比如说原来种小米啊 什么的后来去转种这种青柯大麦 为什么自然条件不小啊 啊一个是旱了一个变冷啊 啊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这么一个就是气候的变化 或者别的什么因素呢 导致了所谓的这个呃 夏生中之前的这个时期呢 人口的锐减啊 这个锐减呢 是和我们提到的说上古圣人 什么我们提到的三代什么这个呃 天下大同的这个所谓理想是完全没有 没有没有印证的 这完全是一个所谓的不着边际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谎言吧 有些过分 但你说他完全不着边际的一个神话 就拿出来呢 这个儒家呢 拿出来来所谓描述他的理想 但这理想既没有历史记载的依据 也没有甚至说任何的边际 他就完全是个编造出来的东西 对吧 人当然你有理想 编出一个天堂也可以 但我们就知道 这个东西和现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接下来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枯木为舟 掩木为极 洲极之利 以通 以计不通 以致 致远以利天下 盖取诸幻 这个理想他提到枯木为舟 掩木为极 就是说人类制作洲极历史呢 大概也至少在五万年前 这个这个证据呢 还是我们提到这个思想 就是说人类迁徙呢 给我们提供人类文化的一个标尺 我们在第老河刷三观的这个西桌史原始之前 我们提到了这个大概是在十一级到第十三级之前呢 就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人类早期迁入 以澳洲土著 它作为一个标志 澳洲土著有的技术呢 我们大概都可以认定 这种技术呢 至少是在五万年前 人类社会就普遍存在了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编织 树皮的编织 比如提到我们长矛 带石器尖的长矛 我们至少知道 这种技术五万年前肯定都存在 因为什么 这个澳洲土著都会 它是六万 五六万年前进入澳洲以后 就再没有和我们 这个旧世界有过密切的交流 据说偶尔的有几次可能是 几千年前的大概有这个马来的这个 渔民可能碰到过 但没有密切的交流 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洲籍的历史 大概也是五万年前 这跟皇帝没有关系 扶牛乘马 引众致远 以利天下 盖取诸水 这里头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是什么 是马和车的发明 扶牛乘马 把牛驯化 大概在一万年前 我们这牛的驯化呢 我们有水牛和黄牛 因为我们提到驯化技术 驯化技术实际很狂 包括这个印第安人到哪驯化什么东西 植物动物 就牛的驯化呢 如果黄牛大概来自伊朗 伊朗那个地区 现在伊朗牛 水牛呢可能来自印度 当然也可能我们中国南 中国南外 这不再重大概是在一万到八千年前 而马的驯化呢 现在是比较 比较这个明确 大概五千多年 只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来自中亚地区 也就是说这个马 在我们的这个反复强调说 马在殷墟之前呢 连个马 马牙齿都没发现过 我们这边连个马 马的牙齿都没发现 你说别的都腐烂了 你说马的牙齿总该有吧 没有 中原地区 连马的牙齿都没有发现过 我说的中原 就包括陕西 山西 河南 甚至山东 这没有 这一点没有 车就更不要说了 据说所谓的二里头呢 发现过有车轮的硬迹 你得证明那是车轮的硬迹 没有实物 有地上一套 那雪橇也可以留一道钩啊 对不对 或者一个什么木头 拉出来的 种物的运输 都可以 都可能压出一套钩 你得 确实证明那是一套钩啊 而且我们 我们知道怎么样 考古还是说 就算你那是真是车轮 孤阵不利啊 是不是 你不可能说 你这有一条钩 你就说是车轮的硬迹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现在共识是说 在殷虚之前 没有马 没有马车的遗迹 出现在任何遗址中 有什么 你可以有确实证据呢 你可以 可以去找一找 重门 重门寄托 以待报客 盖取主义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城市的出现 我们提到农业革命的这个 不是我们提到这个 战争起源和农业革命 都去提到 我们为什么会成立国家 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因为农业革命以后 我们存储了大量的粮食 一旦到收割季节 我们大量粮食 一旦被别的部落抢走以后 我们整个部族的都会面临 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所以呢 这就是说最早的 捷里科的这个 最早的这个城市单身 最早城市呢 出现了我们原来认为是 在苏美尔地区 一些遗址城邦 但我们最近的考古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呢 出现在以色列的 捷里科地区 大概是应该是八千多年 八千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 断木为储 绝地为旧 旧储之利 以万民 万民以计 盖举出小过 这首先呢 就我们看着像充米 充米的技术 这无足形象 但呢 它也可能是 呃 旧储之利呢 也可能是指那种地穴啊 就半地穴式建计 就是在这个地上立柱子 然后以计万民 人可以住到里头 而这种地穴技术呢 可能也是最少是六万年 因为我们看到 澳洲的虎柱 也会在地上挖个坑 上到搭个棚子 住到里头 啊 所以这种技术呢 我们不能说它 它是一个很新的技术 呃 悬木为虎啊 呃 掩木为始 胡使呃 胡使之利呢 以为天下 盖取出魁 这个弓箭的技术呢 我们也专门提到一个问题 最早的弓箭的起源于非洲 大概是呃 可以追溯到七万年 但那个时候可能很零星 呃 一个特点是我们看到五六万年前进入 这个呃 澳洲的澳洲土著呢 是没有弓箭技术的 但是呢 一万多年前开始进入 呃 最后进入这个 澳洲这个进入美洲的印第安人呢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 它都可能从两两万年前开始进 一直进到这个一万一万一 然后冰河时代把那个 淹了以后 啊 但我就就是两 从两万年到一万年前开始进入美洲的 这个印第安的祖先呢 则完完整的带去了这个弓箭的技术 对吧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的这个 比如说反驱攻 反驱攻 这个美洲的印第安 它就没有反驱攻 它它 我中 这个大概我们三三四千年前就出现了反驱攻 但是 一直到这个西方殖民者进入到这个美洲 也没有 他们也没有发明出来这个反驱攻的技术 就是一种 一种技术 被两次发现了 它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当然 不是说完全没有 它概率不是很大的 接下来呢 在《易经》的细思就说呢 上古学姬而也处 后世 圣人 意志以攻使 上洞下雨 以带风雨 盖起出大壮啊 这里还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 大型建筑的记载 这种建筑的记载呢 嗯 就说不上 它是指着什么大型的 或者这垒墙啊 这可能要晚一些 对吧 如果是这种实质建筑更晚 而问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呃 我们提到了在这个 对比这个武丁啊 武丁和纳夫拉第和吉深时期的这个商朝 和同时期的埃及文明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在汉之前是看不到任何实质建筑的遗迹的 你连一根柱子都找不到 啊 这就是我们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啊 怎么会什么会完全没有 没有柱子的这个 这种实质柱子 实质台阶都都很很少 为什么没有实质建筑传统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觉得和这个商人的这种行事风格是有关系的啊 今天就不展开说了啊 古 古之账者 后一以兴 藏之中也 不封不术 藏术无期 后世人一之以观着 盖取出大过啊 就是说埋葬死者的行为呢 大概起源于十万年前 啊 也是起源 现在我们看最早的 好像应该是来自以色列地区的一些证据啊 呃 最后他就意思下 最后就说的 上古结神而至 后世 圣人一之以书气 百官已至 万民以察 盖取出怪 怪怪来显示这种啊 觉 怪是决断的意思 就是用用这个 记事啊 结神记事 首先呢 结神记事这件事呢 在这个 我们的历史中 一直可以观察到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呢 可能在在几十年前 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 呃 不到一百年之前呢 就可以看到他们还有结神记事的一些传统 啊 这是在我们人类学都是有记载 结神记事呢 很早就存在啊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 呃 奇谱 就是 印加人用奇谱的记录非常复杂的 可能国内的一些事物 印加帝国 呃 呃 气呢 可能是指刻目记事 而刻目记事呢 我们很很清楚应该早于结神记事 为什么呢 绳子的传统 我们看到啊 那四万年前出现 这个四万年前我们看到出现在欧洲这种 制作绳子啊 呃 进入美洲美洲的进入澳洲的 呃 这个澳洲土著呢 是不会做绳子的啊 美洲土著是会做绳子的 所以呢 课目记事呢 是澳洲土著会啊 其他都会 但是呢 绳子澳洲土著不会 所以我们知道 课目记事呢 可能更早啊 就至少早于五万年前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所谓气呢 实际要比绳子早 而所谓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 啊 甲骨文起源于所谓上骨的结神记事呢 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啊 绳子只是一个符号 对不对 那你甲骨文还有很多符号 还有鱼的符号啊 还有鸟的符号 那你说甲骨文起源于抓鸟啊 甲骨文起源于人们捕鱼啊 技术鱼的数量 那你是不是瞎扯吗 而且这个这个绳子的符号呢 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细字 这种写法和用法呢 并不是也不是中国啊 埃及的这个文字里呢 这个绳子符号也是非常占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很基础的符号啊 它是一个发音符号 是吧 它是个声符 但我们知道后期埃及的文字 对这个 东岸的这些文化 包括我们看到希腊啊 卢万文字 我们看到线线 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们 我们的甲骨文里出现 有几个这个绳子的符号 就说啊 是这个我们甲骨文起源于 结成继续呢 这是非常的这个牵强的 好吧 我们就 就 占篇幅的原因 我们就不把这个所谓的周易都翻出来再讲一遍 我们就要从这个细词呢 来讲一下它的考古的时间进行一个考据呢 我们就会发现引用细词呢 来作为这种 考古学 或者作为这个历史叙述的这个证据呢 是非常荒谬的啊 所以我们就今天呢 做了这期节目 给各位历史爱好者和这个历史的这个专家呢 提个请啊 所谓的文献的证据是可以有的 但是对于上古的这个事件呢 用一个这个 不那么上古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文献来做证据呢 是靠不住的啊 因为它不是心眼所见 它只是听闻 而且就是这种技术呢 它甚至不是当时的听闻啊 啊 它甚至没有办法说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看到这个事 它有的是几万年前发明的啊 比如说我们工件 工件大概最早可以推出到七万年前啊 就算普及的是两三万年前 这个普及的时代和我们系这个 易经陈书的年代也早了去了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啊 所谓的这个想出来的 或者古人怎么样呢 啊 对天地类似神话的这种解释呢 来作为证据来印证某种技术 或者每种事件发生在什么什么时期 为这种考古或者这个叙事呢 提供证据啊 毕竟呢 我们现在呢 是讲究一个啊 完整的 有说服性的 有切实依据的这么一个 叙事方式啊 不是我们在讲神话 好 这里是老何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读历史 欢迎大家呢 持续的关注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